然後這樣吸嗎 真的可以吸耶 你們有看到嗎 它就這樣子耶 飛過來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聶聶 今天我要來開箱日本文具 因為日本常常都會有一些很特殊很神奇的小東西 所以我就很好奇 第一個 無針訂書機 其實這個之前我就有看過了 有聽過有這種東西 我買的是它可以訂十張 先來訂訂看七張 我這是要怎麼用 誒 破掉了 所以是會用成一個洞洞的嗎 它這裡有一個像是好像飛機的東西 然後它就會變成這個形狀 變成這樣子 有些次被訂到 它是把那個洞裡面的紙折上來凹進去耶 那我現在想要試試看多訂幾張會發生什麼事情 5加7等於12 它有點放不進去 好 所以它只能訂幾張的話是看這個縫隙 試試看我把它擠進去 要訂囉 有點難壓 啊 感覺有點卡住了 糟糕 它卡在這裡耶 最後一張破掉了 訂七張沒有問題 啊 12張不行啦 有的都已經毀了 假如我現在不要的話 其實好像可以拆掉 很容易 就這個突突的直接把它推進來 然後就拆掉了 它就變成這樣 不過物定的話 它這裡就會有一個有點大的洞洞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不錯耶 很環保 只是只能訂最多十張 好 下一個削鉛筆器 它可以削出不同尖度的鉛筆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畫圖啊 他們用色鉛筆 他們就不想要削得太 尖 所以如果有這個的話 就會很方便 他們每次都說怎麼要轉幾圈 然後有時候我就會轉到忘記 我把他們的筆削得很尖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喔 它這裡有一個 可以轉的 像這個就是一格 然後兩格 三格 四格 五格 有五段 它的屑屑會存在裡面吧 就這樣無限的削下去嗎 像這個全滿的五格 應該就是最尖的意思 我就在這裡一直削一直削一直削 哇 好尖喔 而且它削的 這個旁邊都會順順的 就有些 削出來就會變得 像這個就不會很順 這個是最尖的 五段他們五個比起來就是這樣子 最下面是五段的最尖的 然後最上面的就是最粗的 最頓的 它真的其實最尖的和最不尖的 有差別 一二段也差不多 是有差一點點點點 然後三四段也是差一點點 基本上我還覺得三段比較尖 已經滿好用了 至少它真的有可以消出不同尖銳度的筆 使用 然後它的 哇 差點是差得出來 它的那個 牽筆屑 就是卡在這個 洞洞裡面 所以就直接把它打開 然後去丟掉就好 這個我喜歡 而且粉紅色好可愛 下一個我買的是一個 橡皮擦 這橡皮擦呢 看起來就非常的不普通 長這樣子的 像一個小花 但是它有不同尖度的 像這個就是超級尖 然後 就越來越粗 為什麼它不按照順序盤 如果用一般的橡皮擦 它這種大大的 就會整個片都擦掉 但是如果是有這種不同寬度設計的話 它就可以擦到比較細的地方 然後他們也不用一直重寫 要崩潰了 你看像這個平方啊 就可以用這個最細的擦掉 就不會擦到太多字 因為起來滿好擦的 有時候他們要寫公分 然後寫成cm2 明明就是cm就要加一個2 還可以啊 擦得滿乾淨的 買這個就是要塗這個最細的功能 像一般的橡皮擦 雖然它是四角形的 但是它的四個角 就會越插越圓 但是像這個就不太會變 因為它就是長長一條 整條永遠都是這個除細 所以這個買到寶 下一個來開這個 它說可以收集 喔這個是有磁力的橡皮擦 買太久都忘記自己買什麼 喔我知道了 它裡面這裡 有看到嗎 這個小縫縫 它裡面是有放磁鐵的 所以這個橡皮擦是用 什麼磁粉做的嗎 然後要故意用出很多橡皮擦系 然後這樣吸嗎 真的可以吸耶 你們有看到嗎 它就這樣子耶 飛過來了 好神奇喔 好好玩喔 可是一般哪有時間這樣子用啊 不過這個真的確實是太多 真的耶 都吸到上面去了 好好玩喔 這個超酷的 但是其實有點吸不太乾淨 因為有的好小喔 這個真的超酷的耶 但是就是誰拿到美國時間 在那邊一個一個吸啊 就直接剝掉比較快 你有潔癖的話 你非常不喜歡橡皮擦蟹 滿地飛的話 你就可以去買這個 然後擦完就自己在那邊慢慢吸 下一個是 可擦式印章 然後選了一個紅色的恐龍形狀 欸 它好像很濕耶 好濕喔 怎麼會這樣子 好像多蓋幾個它就 正常了 蓋到第四個它就變正常 好可愛喔恐龍的形狀 喔是直接用這個屁股還是頭 尾巴還是 直接用這裡有一個 有一點點QQ的東西 橡膠嗎 還是橡皮還是什麼 來試試看 哇整個糊掉了 怎麼會這樣 它沒有被擦掉啊 嗯 有耶 擦掉了 這個好好玩喔 可是這不是我前幾個蓋太濕了 它的墨水還沒乾 所以會黏在那裡啊 我試試看第四個蓋的 比較沒有那麼濕的 可是這種擦起來的感覺 好像紙會破掉耶 它這個薄一點的紙會不會容易破 我覺得這沒有很好擦耶 就是沒有像橡皮擦那種感覺 紙有一點點會變形 就是被重力壓過的那種變形 不過這東西還是蠻神奇的耶 有時候不小心蓋錯章 如果在上面打一個叉叉 不好看 對有些人做一些筆記用這個 不小心蓋錯了耶 可以用這個擦掉 真的擦掉了耶 這是會有紙的痕跡 有看到嗎 你看這裡有兩個凹洞 就是我剛剛擦的那個痕跡 下一個我想開的是這個膠帶 然後一般的膠帶你都要用剪刀去把它剪斷或割斷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直接它就有附刀子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來捏捏看 這個怎麼用 膠帶咧 喔膠帶出來了 為什麼它就自己斷了啊 啊還是我剛剛有壓到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知道怎麼用了 要一直壓著要一直壓著 然後你ok的時候你就踩起來它就斷掉了 這個好方便喔 不知道它有沒有出寬一點的那種膠帶 這個不錯耶 方便 使用 沒有亂花錢 來到今天最後一個小東西 就是 螢光蠟餅 而且它包裝也好可愛喔 好童趣的感覺 哇喔 好螢光喔 啊對了我買這個我還有在 買卓色本 真的 超可愛的 好可愛喔 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他們的圖都畫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點亂畫 可是又蠻可愛的 卓色也不好說 哇 裡面都是這種耶 好可愛的東西喔 水梨 水梨我們假裝是黃色的好了 塗一塗 哇喔真的好螢光的感覺喔 加一點橘色 水梨是什麼顏色 橘橘綠綠的 黃黃綠綠的 黃黃綠綠的 欸 水梨不是黃色綠色 水梨是黃色裡面是白色 所以我把它畫成什麼東西啦 來畫西瓜好了 蛤這顏色好像太少了耶 這樣沒有紅色 來找一個粉紅色 啊這個這個Page 就是這個顏色的 加一點黃黃的給它好了 它畫起來好柔滑喔 濕滑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設計還蠻好的耶 你畫到這裡啊 快要抵到那個包裝紙的時候 就可以撕掉一個 藍色沒有那種螢光感 綠色跟黃色很有螢光的感覺 這個蠟筆還蠻酷的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囉 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最喜歡今天開的什麼物品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